現在我們要給大家介紹 我們今晚所請到的這位特別來賓 這位特別來賓 一眼看過去就非常具有 這個草根性和香土的味道 走過你身旁 他一定沒有擦香水 你聞到是一股泥巴的味道 說著說著的 最近他的新聞不斷了 這個同名事件 MTV的這個鏡頭的事件 來…我們現在歡迎陳蕾 來到我們舞燈獎節目 歡迎他 大家好 我是陳蕾 我是陳蕾 我是邱碧智 我是撈蕾 撈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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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這個撈蕾 這個陳蕾有一套 聽說你這個撈蕾蕾可以撈不斷的 是吧 沒有啦 我是稍微撈 真的有撈蕾蕾 他真的有撈蕾蕾 什麼叫 撈蕾蕾就是一種歌 是吧 以前劉大哥唱的 劉大哥唱的 劉大哥唱的 是吧 那個我現在要來美跳彩蕾 唱出點歌歼 會唱的要給人知道 聽一款的歌還不明白 有當前來 偶像要看著蕾蕾 啊 給著蕾蕾 廖的環境最實 bij 很可愛 一走路歪門還滿滿通 唱歌更簁 唱出 compens 唱完了還沒碎 好 我先來唱 calves 所以呢 如果能夠取名字 會嘛 烏雞頭喔 烏雞頭啊 其實我覺得唱 秋姐我是這個 對閩南語歌曲非常外行 可是我覺得唱這個閩南語歌曲 非常不簡單 因為這個閩南語 也分有很多那種腔調 這個生活咬字 各個這個區域 各個省 可是都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人家說這個閩南語歌曲 要唱得入味 要唱得對味的話 就是這個咬字的方面 這個腔 那個Q 要這個這樣 翻了 給你翻 像這個翻音跟開口這樣 開口 就是開口 因為這個閩南語歌曲 什麼南關 北關 還有一個現在這個無人關這樣 三不管 那會不會有一些 這個我們唱這個國語歌曲 有些這個地方唱這個腔 那個地方唱這個 這個唱米南語歌曲 我講國語你聽得懂 會跳舞 會跳舞 這個會不會唱米南語歌曲 會有這個不同的咬字 不同的腔的地方 譬如說北部地區唱的米南語 中部地區的米南語 南部發音的部分就不一樣有沒有 因為每個人他的特色不一樣 沒關係 你說台語也會通 靠音 靠音不一樣 這樣還是都差不多 譬如您的家鄉呢 譬如說我的故鄉 都是在這個彰化的惡靈的西港 屬於海口所在 海口 譬如說我們這個老母 都叫阿 在那邊就開始 阿呦 我肚子很餓 我第一次聽到媽媽叫做阿呦 譬如說這個豬 我們那邊都說豬 豬 養豬 養豬 還有一點刺刀 刀說五 這個肚子餓就要殺豬來吃豬 豬 筷子說豬 筷子豬 他講的 我這個本來就比較外行的 所以這個每一個地方的這個俚語 不然這個發音的腔調 真的是截然不同 蔣正華 你看這個陳雷對於這個語言 尤其是這個米南語 本土性的這個語言 可以說這麼有言 怪不得唱起米南語歌曲來 這麼生動